呵呵呵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3年3月7日 讓我們這款《笑傲5款》 這是一款集合策略回合至戰鬥和物俠題材為一體的卡牌遊戲 《風雲江湖》一幅於2月28日正式開幅 目前已開至6幅 禮包碼YYL999點擊遊戲內投箱框可輸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正派與邪派的紛爭就是江湖 代影於是細聽風雲也是江湖 《笑傲5管理》包含了各色各樣的俠客 我們要做的就是從一名無名小組一步步成長 脫穎而出成為一代武林盟主 遊戲的玩法可歸納為陸服的換皮放置 四人物解鎖金脈 七日共可領取100連抽 分為友情 普通 高級三種卡字 人物立惠Q版 名稱有使用金翁武俠的人物代稱 戰鬥中的角色更加Q版 像是布娃娃 左右施放近人互撞 共演分為中立 正派 邪派 隱世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 幻滅於體驗 好的 來我們這款《笑傲5款》 這款遊戲好像2月多我就有看到它了啦 原來商店有說會推薦我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3月2號 開4伏是不是 這只是公告而已啦 我看這邊好像是6伏了耶 好 來吧 都叫《笑傲5款》嘛對不對 可能就是金翁類型的方式掛機吧 取個隊伍名稱 阿姆 中正邪 啊 正好了 接下來就讓我為少俠講解一下武林世界的規則吧 首先需要招募一位強力俠客陪您一起踏上旅途 好 酒果然後招募一下 恭喜獲得新俠客 一起讓他上陣協助少俠吧 神教奇女 神教 這個是誰啊 怎麼沒有講 孫布山 孫孫 孫布山是什麼 我只知道孫三娘啊 是不是 有沒有孫三娘 哇 這個形象是超級Q版的耶 手只有一個拳頭 腳也只有一個拳頭 欸稍微大神 我覺得有點小聲耶 更強的戰力 現在計... 通過戰鬥 我們獲得了各種資源 都可以用於培養俠客 呃...沒有玩之前就先可以推測是放肆呱機了 有看到那個遊戲畫面 大概知道 而且他很奇怪 他竟然沒有自動轉成直立式 我還要手動轉成直立式 可以獲得戰力提升 那我是用模擬器嘛 模擬器他顯示是橫板的 橫向的 現在俠客更加強大了 快速挑戰開始了 點擊快速挑戰 正中鞋 欸是不是陣營有一些BUFF加成啊 好 120分鐘收益 立即前往金脈 搶一搶吧 好 這個又是那種試任務解鎖的 他這邊解鎖的是金脈 不是神器 所以他是換皮玩法 換皮玩法 我們哪有新俠客啊 奇怪欸 他要我點一下欸 怎麼搞笑啊 好 他的意思就是說自己玩啦 好不好 自己玩啦 自己玩啦 那今天是3v7號啊 這個遊戲 可能是月底出的吧 我看到他很久了 然後我都是 因為我每天玩的遊戲有限嘛 我可能會先玩別的 然後我昨天禮拜天吧 對我來說是禮拜天啊 禮拜天我想 欸那我禮拜一來玩一下這個遊戲好了 好 那這背景有點小聲欸 就那種古典音樂啦 好 畫質一般般吧 虎虎的 然後這個課金介面一大堆 這個都是課金用的啊 這種遊戲就 就是要你花錢欸 然後這邊有送100抽 最近很多這種遊戲就是 會送100抽或是好幾百抽 他是7天累積送100抽啊 就 你看有20的嘛 然後這邊有30的嘛 所以7天累積100抽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酒館 先免費抽一抽 他這種遊戲通常都是三種卡吃啊 就基礎的 友情的高級的 有時候會叫 有時候會叫普通 有時候會叫普通 那友情也就是要加好友啊 那我們這邊剛剛有拿到10張嘛 來湊一下 你看有沒有金庸的感覺啊 秋楚一嘛 滅絕師太嘛 對啊 你看金庸嘛 胡飛嘛 雪山飛虎啊 晚妹 就那個慕容 慕容晚的是不是 慕容青是不是 笑的 反正有一個晚妹 王楚二是誰啊 黑白一騎 好 然後我們的陣容可以弄一下 音樂就不見了欸 Bug太嚴重了 神仙姐姐喔 欸怎麼下陣啊 更換是不是 三個陣的有沒有 統一陣營有沒有 我們是陣派的啊 然後音樂就不見了 他就 就這樣對我們 我們打完看看還有沒有音樂 WOW 好音樂出來了 有啦音樂又有重新跑出來了 比較慢 好充值 都是課金的 然後手充禮包 3月7號 3月7號 會出一款新有 暮色雙塵 通常是早上10點吧 應該我會試完吧 應該就是那種迷襲的面膜啦 陸服好像叫做太古風魔路 好像啊 反正我現在懶得懶得去找那個陸服爾先來玩 有的人會先找陸服爾來試玩 找得到啦 因為我們台灣的一些手遊大部分都是陸服過來的 像這個應該也是陸服過來的啊 十之八九 好騎士加年華 有第一天第二天 為什麼你在跑到第二天了啊 真奇怪 我不是還剛登陸嗎 你怎麼直接給我算第二天了 怪怪的啊你 好 俠客 喔 有四種就對了啊 中立 正派 斜派 還有銀 四種 那這種遊戲它不會有一個主線任務讓你一直點 它就是你要做試任務 它的試任務叫做金脈 你就要做這個 它說隊伍等級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升一下 隊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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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領喔 那加領是沒有吧 好金脈 喔對我等級應該是指我的等級 不是指那個 我那三個人的等級 好我們來吧 至少把第一個金脈做出來 金脈通常會放在這裡 可能會有一個奧義啊必殺啊什麼的 放在那個位置 好換皮遊戲玩起來就是 很流暢 因為他們已經優化過了 我說整個玩法都優化過了 你會覺得很輕鬆啊 好我10級了 一開始都很簡單啊 你一直玩到後面就會卡關了啦 所以我就很少 我每次玩這種遊戲就是試玩而已啊 因為他會讓你卡關 卡關你就沒事做 沒事做你就只能下線 不管你克不克啊 就卡關看看那個什麼時候會卡 好實驗之塔 趴塔 我以為我電那麼多喔 他們這種戰鬥系統 就左右 大概放一下特效而已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打擊感 沒有什麼招式 奧義動畫 都沒有 跟韓國放置 差很多 韓國放置雙方打起來還有那種打擊感 直接強化跟生平是不是 就直接在你那個 裝備欄變加1加2這樣 刷支援的啦 這一看就是要來刷支援的 然後這邊可以兩倍速 然後也可以跳過嗎 會除衣或是20級可以跳過 因為他要刷的東西很多的時候可以讓你跳過功能 我玩那個 前兩個禮拜那個SNK格鬥四代還可以一鍵掃盪 掃盪還幾百層啊 一直在掃 每天你的工作就是上線 然後把那個 等級練一練 戰力刷一刷 然後開始去掃盪 那個遊戲也是養成的遊戲 好 解鎖了解鎖了 有一個屬性 屬性加成 然後我們有個太陰莖 那我不知道那個 戰鬥的時候可不可以配置啊 沒有在這邊 太陰莖怎麼配置啊 太陰莖怎麼配置啊 他不像一些神器 或是武器可以裝備在這裡 或是技能 目前沒看到 編隊裡面也沒看到 聊天室我覺得應該沒有人啦 應該沒什麼人 因為現在時間是半夜 而且這個遊戲好像也沒有 沒有打什麼廣告啦 只是在Play商店有看到而已 而且評價有點低 2.1顆星 完全沒有洗分數 沒有洗分數就是沒有花錢找那個 找人來打廣告嘛 然後洗分數嘛 比方說他連那個錢都沒花 然後一開始下載次數很少 現在看已經5000加了 可是還是蠻多人會下載這種遊戲來玩 我都5000加了才來試玩嘛 好那我們也不用玩太多啊 就稍微玩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中規中矩吧 這種遊戲武俠放置掛機 然後角色就Q版 超級Q版 呃這邊的力會只有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然後這邊力會大概 一頭身吧 手跟腳還看得到喔 然後那個戰鬥中完全看不到 這有點像布娃娃的感覺 這有點像布娃娃 布娃娃就這樣 手跟腳就只有一點點 還不能跳過還不能跳過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想玩的人會把他們的 呃Facebook 應該是我Facebook 我看一下有沒有Facebook 不知道還沒有去找有沒有Facebook 反正下載連結我會放影片下方資訊欄尾 FB的話我還要再找找看 還沒有找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